在北京人合作维生班马表现出色,与球队的强力外援,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 其中来自喀麦龙的前锋木坎桥在这15场连赛中打进了7球,成为球队的并列第一射手。 不过,这民众超单红球星却很不受喀麦龙国家队先帅希多夫的喜欢,希多夫那一番言论让他决定退出国家队,而如今希多夫之后,又一名世界巨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,引发热议。 希多夫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自己并不希望好的卡麦龙年轻球员的中国踢球,而他还表示球队如果为了赚更多的钱,就会失去为国家队效力的机会。 而他更是随后补充道,在欧洲踢球才是最好的球员,因此希多夫在上任后第一期国家队名单中,全部选择了在欧洲踢球的球员。 而江中朝的两名卡麦龙巨星穆坎乔和巴索哥排除在外,这样的一番言论引发了穆坎乔的不满。 这名北京人和的球星,毅然决然退出了国家队,而希多夫最近在接受采访时针对穆坎乔的行为又表示, 自己只是希望那些天赋出众的年轻新星不要去中国乃至亚洲踢球,并非针对穆坎乔。 不过,这样的言论显然有些越描越黑的味道,曾在中甲连塞之教背破下课的希多夫,显然已经成为中国足球的仇人。 如今,有一名世界级巨星站了出来,间接嘲讽了那些来到中超踢球的外员,也侧面强调了中超乃至中国足球的水平。 这就是黄马巨星卡尔哈尔,他在采访中表示,球员们不应该自我欺骗,如果选择去中国和卡塔尔踢球,那就只是为了钱。 这句话无疑是在说明中超和中国足球水平低,而来中国踢球的外员一切,都只是为了钱而已。 这样的言论让中国的球尼们激奋不已,有球尼调侃道,来中超不一定是为了钱,还有可能是为了去巴萨。 很显然,球尼带说保利尼奥从广州恒大,重新找回状态加麻巴萨的案例,而很多球尼直接抨击卡尔哈尔的言论,直言为了钱怎么了,踢球不就是为了钱吗? 不得不说,卡尔哈尔的表达实在,伤害了中超的球星和中国球尼们,老球中超求平。